全世界 这个游戏为我们展现到 为了金钱或者生存 人性可以多黑暗 不过香港人从来都是生存游戏的专家 我们在英国统治下生存 我们在中共统治下生存 我们经历过7387故灾 89民运 金融风暴 03沙士 金融海啸 一射遇散都生存到 今次又会是怎样呢 GGChannel 一个全新综合的娱乐时事频道 为你们记录历史 见证时代变迁 希望得到你们的支持 GGChannel 事播开始 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来到今天1月8号 星期日的GGChannel 今天也不是Live的 虽然我录音的时间也不是很远 因为Live要录得比较长 今天就要把握时间 昨天也夜睡了 昨天晚上可以看演唱会 今天也很开心 开心是 明天Live我会再详细讲多一点 但其中 总括而言 很开心 表演很精彩 我第一次看黄耀明Live 第一次 我不是看很多演唱会 之前没什么机会看 沉浸在黄耀明的音乐世界里面 是一个很享受的事 第二个意义 当然是跟很多香港人去参与 这件事 听闻台北香港人就更加多 我看那场就应该五十五十左右 其中明哥有一句 他觉得很棒 很体验到我们香港人的状态 他就说 不知道开心还是不开心 如果不是因为这么多香港人 现在流散了 他都不会能够在海外 或者他没有想过 譬如在台湾可以做几个点的演唱会 很正确 很多时候我们都不知道开心还是不开心 譬如 譬如 我现在有一个YouTube频道 每天有几百Live 有几千view 好像挺不错的 你问我 开心还是不开心 好像也不应该一直开心 因为如果不是有19年的反送中 我又不会这样做节目 但是 你有没有想过 你会天天做Live 然后有这么多海外的观众 网友去听你 在乱说 在那里交吹这些什么时事呢 可能其实你们也未必是听我做节目 其实你们真的有个地方 好像香港人聚下 好像昨天的show 然后大家在拥抱 你住在哪里 现在会变成一个香港人gathering 这样子 我想明哥的想法就是 也不想想不到 总之活在当下 你一天在台上唱歌就尽情享受 我一天有这样的节目就尽情享受 详细地 明天再跟大家报道多一点 再一次就很开心见到明哥 也很开心 就是有过这样的活动 给香港人去聚集一下 也希望这样能够把香港人 Canton Pop这件事 是可以流传下去 以及介绍给台湾的朋友 他们很快去英国 我们很多英国网友 你们自己去 自己去 去扑菲拉 OK 不过我是好奇 究竟他是不是说英文呢 因为他在台湾就是说国语 全程他的介绍都是说国语 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有礼貌的事 也很合理的事 但是英国不是说英文呢 就等在英国举办完之后 那些英国朋友就告诉我们 好了 今天说什么呢 很久没有做过这些专题 如果你search这个叫做 你知道GG Channel是一个不断尝试的朋友 曾经有一个category 我们有无限的category 我们有GG新聞 即是每天做的 即是G Live Live即是每天Live的 接着国际 法庭 信箱 人物 其中有一个 我放不到category 但是又是一个大的项目 我就叫GG专题 其中一个专题 就叫内防风雷暴 内防风雷暴 我发觉我做了八集 但是一年之前 最近九月之前 很久就没有update过 是不是内防没有新闻呢 又不是的 不过有时候我就放在patreon那里 有时候就变成在live中间一段 今天就正在星期日 那我就发觉 不如我就 一个专题去讲讲 讲讲这个内防最新发生的事 是不是 最近 港股 是成为全世界最刺烈的市场 能够保持多久呢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这个港股 是 的 的 的反弹 第一件事 是完全 和现实的数据 是完全 180度的 是数据越差 股市越好 当然 有人会说 美股也是这样 不是的 美股现在不上升了 昨天升了 很厉害 但是前天也是下跌 整体来说 美股没有什么升跌 你见到 美股现在道歉33000 S&P3800 港股不是 港股越升越有 14000 15000 17000 19000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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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2031 都不奇怪 第一件事 我只知道 他和 所有的经济数据 全部 違背 那当然 你又可以说 向前看的问题 我向前看的问题 我看不到什么好 第二件事 就是 有什么 不是说 没有好消息 建基于什么 建基于 所有的政策 大扭转 現在的內防政策 或者金融政策 和疫情是一樣的 是180度U-turn 這就是中共的 或者共產黨 或者整個中國的歷史都是這樣的 政策走到最差了 走到沒得再走 再倒了 真是崩潰 這就是你們所謂的偉大的計劃經濟 他們是很自豪的 很自豪的計劃經濟是怎樣的呢 就是我舉國體制 我全部一起做同一件事 是不是很有效率 全部一起死就很有效率 你要有一個史觀和經濟學 你看回這幾十年中共1949年開始 舉國一起大煉降 大饑荒 文化大革命 很神奇 你看中國經濟 高速增長 現在就沒有了高速增長 令中國整個崩潰 你要計中國的歷史 你不可以不計 只是計好不計好 當然中共是這樣 你有二十年搞到最糟糕 那二十年就做回正常事 好了 現在你由習近平上場2012年開始 去到2022年 這十年裏面又是做到最糟糕 將你中國最厲害的 這十年 這十年的起點 是中國和全世界緊密連接 中國成為全世界製造業的第一大國 沒有了它不行 還有一個很有前景夢想的一個大十億的內需市場 你的財政儲備到四萬億 還有一個香港 中國的經濟在2012年 差不多全世界最好前景的一個地區 那時候多有型 一大一老 國際組織全部看你頭 這十年是急速藉口 急轉藉口 你不可以說因為有疫情 疫情是你才做出來的 第一 我不是說病毒做出來 病毒這個我不知道 是整個防疫令經濟崩潰 都是你自己做出來的 你由這十年 我當中國經濟由2012年 由那麼高 到那麼低 現在就反過來 有什麼那麼厲害 有什麼那麼厲害 沒有什麼那麼厲害 只不過 你當一個人 這個人 他不做運動 每天吃的東西都是 肥膏 內臟 瘀酒 然後 夜夜生哥 夜婆 然後身體都爛了 爛了 然後 你現在做的事 只不過是 不要那麼多喝酒 不要吃那麼多肥膩的東西 動回一點點運動 起碼你會起床走個圈 那人就像樣 現在中國的體系都是這樣 好了 所以內房近來發生的事 第一 你看到瘋狂地出政策 我們先由內房 先看 我們要理解 整個金融線 我們用三個點 大家容易點理解 第一 樓市 即是內房 樓市等和內房 說成交 或者那個叫做 叫做 叫做 財政狀態 樓市和內房 說內地 說中國 說中國 接著 就去到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 緊連接的 為什麼呢 因為 40%的地方財政收入 是源自於賣地的 你看到 如果內房 糟糕 地方政府 糟糕 好了 地方政府就牽涉什麼呢 就是整個中國金融體系 包括內銀 包括整個中國的信貸情況 簡單來說就是中國的財政情況 所以 內房 地方政府 中國 金融 OK 我們逐點去看 現在內房 由幾年前的打炒房 開始打到糟糕 那真是糟糕 你看到恆大 一大堆女手 糟糕 現在出現了什麼新招 時間不分 首先 鬆綁 鬆綁三度紅線 剛剛最新的政策就是 調低利率 手指房的利率 下限 然後容許一些內房融資 還有 一些大到不能到 那個 Balance Sheet 那個資產負債表 帥哥的內房 我給你 喂 直接要一些地方 地方的金 不是地方 要一些內銀 要一些金融的機構 是要支持這些大到不能到的內房 嘩 那內房就不斷升不升 例如你看看碧桂園 碧桂園 碧桂園由 上年11月 跌到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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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3元 升了3倍 各位朋友 你會發達的 如果你11月 你整個身家賣下去 碧桂園你還不發達 是嗎 說又容易 你要記住 你要記住 他15元 15元跌下來 我再拉遠一點 最高是16元 16元剩下1元 你有什麼可能 你有沒有幻想到 你有沒有想到 長實和和 長實 新鴻基 行基 是可以跌了多少 16元跌1元 即16元跌15元 比例是多少 可以跌94% 各位朋友 如果你買房子 是可以跌94% 你會不會買 為什麼可以跌九成 一間 全中國十大 碧桂園 大家都聽過 碧桂園 千億內房 十大內房 五大也不奇怪 股價跌94% 為什麼這麼癡 現在就升上來 他近來 從一元升上去三個幾個時候 立即夾水 立即批股 找水 所以這些 還有這麼多人買 這些韭菜 我真的沒得定 真的很精彩 不過股市就是這樣 這個叫做雞同雞蛋 你有這樣的韭菜 就有這樣的切割人 現在不是韭菜 現在是人抗 現在是人抗 先說三道紅線 三道紅線 當初 是前年年尾的時候 賺出來的 什麼呢 就是一些借貸過大的內房 就不能再給你借了 原意是什麼呢 原意就是因為內房 發到瘋了 為什麼內房會炒到瘋了 溫固資深 這個是整個中國的畸形 金融產業鏈 地方政府的錢哪裡來呢 各位朋友 一般而言 世界各地都是 就稅收 或者中央政府撥些錢 但是中國就是 中國就是 所以地方政府不是賺錢 不是賺到錢 但是問題是 中國做了地方官 最重要的是賺錢 這個是幾千年的祝歷史 你明白嗎 是不是 喂 我只是說 你跟我說 做地方官沒有錢 我做賺錢 那誰賺錢呢 又剛好中國這麼多地 我只要把地價 我指它值很多錢 然後我整塊地賣了出去 那就發特律 其實跟上市沒有什麼分別 我做了單 我做了單生意 然後 我不斷建分店 像是瑞幸咖啡一樣 我每年開100間 下年開200間 哇 我每一 我現在咖啡就不值錢 我之後每杯咖啡賺10元 我一年營銷銷 10億 20億 30億 40億 上市 房地產一樣 更誇張 一棟樓值多少錢 現在中國的樓價 一線城市 要跟香港拍住 但是中國的地 大幾倍 是給香港 第一 一億倍 整塊地 300億就訂出去 這樣就發財了 那哪些跟他買呢 內房跟他買 內房錢從何來呢 各位朋友 賣樓 賣不賣到這麼多樓 賣不賣到這麼貴 這麼多的樓 那我當你買到了 那你都要賺錢 為甚麼呢 就發內房債 所以那些內房債可以 八來九來十來十幾來 為甚麼可以賣到 為甚麼可以給你這麼多利息呢 是吧 因為我只可以拍到一塊地 我就可以買出去 沒有人覺得可以賣到多久 大家都這樣做 大家都這樣做 於是就變成內房一隻超高槓桿 全部支不大債 禁制 十間有八間 總有一兩間好少少的 SOHO那些就沒事了 中海外的康就好一點了 十間有八間 借貸出到最最瘋 恆大 有能耐 兩萬億 兩萬億負債 這麼厲害 大家都右眼看到 這個波池要爆 一爆之下怎麼辦 一爆之下 沒有人知道怎樣 倒台 所以就不行了 不要再給他再借 不要再給他再借 他的想法是對的 但你的做法是錯的 他本身已經沒有錢 你是不想他再借 然後違約 你馬上不給他借錢 他就馬上違約 就馬上違約 剛才我講的例子 有一個人 他每天都是吃肥膏 吃脂肪 然後身體很差 突然病就病了 重病了 你要治好他 你慢慢調節他的身體 他就是吃這麼多肥膏 馬上不給他吃東西 馬上不給他吃東西 馬上不給他吃就馬上死 馬上死 內房馬上死 到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 上年 是來自泊地 來自泊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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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沒有了 他不是沒有了 他沒有了一半 腰斬 給大家看一些數據 內房 內地的房地產 我都找 有有有有 好了 上年 首先 我們怎麼看到來房的情況呢 所謂的千億來房 市值千億來房 減五成 減五成 百大房企的銷售金額 按年跌四成 按年跌四成 那還有 上年全國商品房 全國的賣樓 成交額 和成交面積 按年跌三成 去回2015年的情況 那你地方 這個地方 唉 有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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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地方政府還能頂到,但是又發生什麼事呢? 又發生疫情,其中一個為什麼要全面開放,是你沒有錢做防疫 先不要說動態清零為你,為你乖 先不要說動態清零,是對疫情沒有幫助的 然後撞倒的經濟,不在話,有幣就沒有利 而更嚴重的是,是沒有錢做,沒有錢做 那地方政府怎麼辦? 當地方政府沒有錢,會有什麼後果? 當然是無法維持任何公共服務 沒有錢出糧,沒有錢出糧便怎麼辦? 沒有錢出糧便不能做事,就躺平 地方政府躺平,包括公安、城鄉、地方官 那怎麼辦? 那怎麼辦?沒有人知道怎麼辦 沒有人去不給人示威,那你怎麼辦? 沒有人出來示威 所以不行了,一定要扭回頭 那首先呢,就先說出局 現在呢,先可能取消三道紅線 再加上大到不能倒的那幾家,就要人支持他 你說對不對就當然不對 我們說市場經濟,就等到市場去調節 但我們先不要說這件事 我先當他穩住了內房 起碼他們不用倒閉 但之後還不還債,有沒有錢收呢? 我想,我們先不要探討這件事 因為沒有人知道 突然有很多人進去中國買樓 雖然我看不到 仍然有個問題就是他怎樣去還債呢? 還不到債 將債拖給內房等等 那我當內房才搞定 內房暫時搞定 地方政府怎麼辦呢? 地方政府,好了 剛剛有這樣的新聞 這些這樣的地方政府拍債 是呀,或者是叫做 是那個過程又怎樣呢? 我們先離開內房 我們看看地方政府那裏 那內房如果當穩住的話 他會有一點點拍地收入 一定沒有之前那麼多 可能少三成,少四成 那我當地方,內房不用倒閉了 那地方政府是不是倒閉呢? 這些地方政府呢 今年就會大搞財政政策 就是收橋補路 即是去舊路 中共經濟最後都是去舊路 是最沒有效率的舊路 就是收橋補路 收橋補路 那個做法怎樣呢? 就是地方政府 他會住資 或者他會擁有或者持有 一個這樣的叫做成頭的公司 成頭者 就是城市建設投資 他負任做城市投資的 他給了錢他,他就會集資 因為有你地方政府的guarantee 他就可以很容易拿錢 大哥 我是以前很兇的 城頭,我是什麼城頭 要錢,攤大手帆入樓 然後那些錢怎樣呢? 收橋補路 有錢賺的 就像是地鐵差不多 有錢賺的 就有錢分 剛剛發生了什麼事呢? 這間叫津義道橋 津義就是貴州津義 最大一間城頭 是全中國四大的 這樣就很冷靜 這樣就很冷靜 之前他剛剛有個新聞 就是他做一個債務重組 牽涉到160億 將這個債務 調整 由調整至20年 即是他有一筆債 百多億 最後調整至20年 最後 來來來來來 喝水 我又不開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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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去打架 好了 講一次 這間最大 四大的城頭公司 將一筆160億的債務 攤成20年 頭那十年 只是比息不比本 基本上 就是賴 差不多 而將利息 由七厘半 改造三厘半 七厘半 趕到三厘半 各位朋友 假設你買了債券 你買了債券 到期了 你打算拿回錢 我突然跟你說 我攤還20年才給你 還要頭了十年 是只有利息 還要的利息 是減一半 你覺得怎麼樣 這個就是現在 它是四大城頭 如果它是這樣 其他會不會也是這樣 那怎麼辦 地方政府怎麼辦 真的不知道怎麼辦 我們說說 好了 由地方政府 去到中央成的 中國的情況 多家媒體和經濟學家估計 中國全年的財政支出 24萬億人民幣 但是GDP幾乎是四分之一 這是合理的估計 其實其他國家都差不多 差不多 不過最大的分別就是 其他國家的國債是世界流通的 沒錯 重點就是 中國的債有沒有人買呢 我們最後就會講到這部分 Bomberg估計 中國的財政赤字 大約是七萬億 2022年的話 可能是十萬億 十萬億 十萬億 十萬億的概念 一成 GDP赤字佔一成 多恐怖 一成 你財政收入 如果財政赤字 財政赤字是十億 那就是說 你的支出是 大約二十幾萬億 那就是你收入十幾萬億 你收入十幾萬億 你赤字十幾萬億 那怎麼辦 那怎麼辦 那怎麼辦呢 好了 我們講到最興奮的部分 就是 香港 香港發債 首先整個Flow說的 內房先頂住 我不管內房之後能否買到房子 我先當它頂住 地方政府 和中央 全部大赤字 錢從何來呢 各位朋友 其中一個方法 就是發債了 但是中國之前的債經 整個市場是爛了 現在就好一點 你叫錢回來 怎樣做呢 剛剛有幾個新聞 明報報道 大陸的評級機構 中正彭源國際首席 評級官 就說 現在大陸的那套評級機構 和國際很大差別 大陸是不單止評級機構 大陸和國際都很大差別 大陸方面 希望引入國際評級體系 引領中資走出去 希望日後行雙軌仔 開放中國債市 需要得到國際認可 在評級體系上面 和國際靠攏 大陸的評級和國際評級 最大的差別 是大陸以國家政策體系為主 不考慮國際風險 這跟其他人有少少不同 他實質是怎樣執行呢 他呼籲金管局 將中資機構 納入外部認可評級的百名單裏 他說中資機構面對 國內四千多間發債時 有更加詳盡的數據 而這些數據 是無法由三大國際評級機構去做的 我細節不需要再說 情況是什麼呢 中國有幾多地方政府 幾多內房 幾多省市 幾多債 現在他想要困國際資金去買 但國際資金 就算他想買 他可能基金的準則 都要寫明他要得到 三大評級機構的某個程度上 的grading 例如 穆迪、S&P、Fitch 譬如我要兩條A我才可以做的 或者一條A我才可以投資下去 這些三大評級機構 他評不了你的國債 怎麼評 你零八零的時候 舖的東西 現在不會再舖的了 現在 每個人都在擔心 例如美國上市公司 我們不知道中國盤數 所以 一直都很難拿到 也不會給你一些數目的 但現在不行了 現在發錢寒了 所以 他希望將來 引入國際評級機構 我不知道能否引到 但第一步 雙軌是甚麼意思 就是你要國際 引入國際的評級機構 譬如穆迪、S&P 去評你的垃圾債 另一方面 他就要別人認可他的國內評級機構 國內評級機構就亂來 想也不用想 你贈的評級朋友 可以三條A 當然是這樣的 哪個世界上有甚麼地方 是有錢 以及會認受 接受到他那套 國際評級機構 國際評級標準 當然是香港 說了很多次 香港的剩餘價值就是 你的財政儲備 幾千億 以及你的外匯儲備 接下來會怎樣玩 金管局一定會答應 金管局一定會答應 金管局就說 現在中國就跟你說 我們有這兩間 叫做超習近平評級機構 以及習近平好偉大評級機構 你一定要認受他 他說三條A 就等於穆迪三條A S&P三條A 好啊 那就有一堆債去買 那一有這些債 哪些錢會進去 NPF可以買到 退休基金可以買到 還有那些割韭菜 割也不厭的那些 又管 之前 近來不久也有 迷債又死了一班 贊都死了一班 增加一班 告訴他們 一大堆債全放來香港 香港就不斷賣賣賣賣 就會賣這些地方政府 賣出已經做了 之前海南 海南和深圳在去年十月發行了50億 50億人民幣債 對香港來說太咧了 香港的資金池 萬多億美金 我記得香港GDP的1.6倍 1.6倍還是2倍 差不多 萬多億是幾倍 香港GDP是4000億 萬多億是4倍 萬多億有時間買 有時間買 所以就是這個情況 會不會爆呢? 會不會爆呢? 我們就繼續跟進 買到一個泡沫 這件事也挺好看的 今天和大家溫溫一下香港的情況 我預示到的會越來越多債會在香港拍攝 越來越多債 然後就會用中國的評級標準 亦可以預示 看看會不會發生 香港的很多金融機構 甚至某一些媒體 就會大肆吹捧 這個債要穩定 還可以 還有地方政府 中央的 承認 買吧 我們看看這件事會不會發生 今天時間差不多 大家有什麼意見 歡迎留在comment 多多支持我們GG Channel 我們明天1時直播 再和大家見面 謝謝 拜拜 為何正在香港 我們是大灣區的協主 我 我 我 感謝國家感謝當 感謝青海政府啊為咱再勾及的共產做圈 這小孩 這已經要多久了 後的時間整個廣場要求我們B店回家 參議員太難了,真的是在杜竭 我告訴你 進入處罰了以後,要影響你的生態 我們… 只需要五月十五或二十五元 加入我們成為GG會員 收看玻璃電視台 一起見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就是他的名字 我們去看賜賴 即使都很難得 就是 我們去看賜賴 我們要光顏 最終的 請問給你 我們看看